它被称为深海大熊猫 连大白鲨都是它的猎物之一 然而不少人奇怪的是 这个海洋霸主却对人类十分的友好 这点和海豚非常的像 毕竟它虽然是叫虎鲸 但是在本质上还是属于海豚科的 要是这么说的话 那些虎鲸救人的事 是不是就能解释轻了呢 别急点个关注 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聊一下这个问题 在网上有这么一句话 你可以害怕大白鲸 但是你不必害怕比它更厉害的虎鲸 作为海中的一大霸主 最大的体型能长到将近十米 重达十吨 比陆上见到的洒水车还要大得多 这么一个大家伙 在野外却很少去伤害人类 甚至还有多次救助人类的案例 这点还真不愧是海豚科的 早在1966年 越南的一艘渔船在出海捕鱼的时候 不幸沉默 当时船上的18名船员中 有9人当场丧生 剩下的6人一时间也是凶多吉少 就在他们游得精疲力尽 求生无望时 遇到了一群虎鲸 这些绝望的渔民 甚至以为自己将而成为虎鲸的盘中参了 但是神奇的是 虎鲸并没有选择伤害他们 而是顶着他们 一路送到了陆地的附近 大难不死的渔民上岸之后 有没有放下渔王 立地成佛不知道 但很有可能 会把这件事情归结为菩萨保佑 其实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 历史上曾多次发生 虎鲸赶走大白沙 然后让人类免受伤害的事情 那么 为何虎鲸会对人类如此暧昧呢 其实简单的说 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就是人类可能并不好吃 在他们的食谱上 可能并没有这么一道菜 而且作为一种聪明的海洋动物 尤其是有着海洋霸主般尊严的他们 根本不差食物 所以对于没吃过的东西 也是抱着谨慎的态度 可能有人会说了 那他们就不会好奇的尝一尝人类的味道吗 这就不得不说 他们和鲨鱼的区别了 单从智力上来说的话 二者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 鲨鱼 那是只要有血腥味就感知上来了 聪明的虎鲸 则会选择谋定而后动 加上他们长期以来 对于人类的观察 对于人类这种 在水里不怎么灵活 但却能在海上捕猎的生物 有了一个大概认知 那就是 这玩意儿可真不是好惹的 而且科学家还通过研究发现 虎鲸的大脑结构 和人类的相似度非常高 都有着高度折叠的大脑皮层 和脑区分布 这也足以说明 他们的聪明程度 虎鲸到底有多聪明 这么说吧 一片海域 如果发生过猎杀虎鲸的现象 那么 从这里逃脱的虎鲸 就会广而告知 接下来 很长的一段时间 这片海域 都会很少有虎鲸光临 而要是 在这片水域 被人类救赎过的话 则大概率 这里的虎鲸 会相对的温顺 对人类的好感度 也会高很多 所以 虎鲸是公认的 高纸商海洋动物 有着自成一派的 能听到虎鲸说话的话 一定会认为 这些大家伙 怎么一个个都是话捞了 整个虎鲸群 基本都是叽叽喳喳的 但是 和跟人类的友好对比的话 臭名昭著的大白商 可就没这待遇了 那混的叫一个惨啊 人们曾经多次的发现 二者之间的战斗 他们明明可以靠实力 却偏偏要靠脑子 虎鲸一般会选择联合作案 而且 聪明的虎鲸 根本不屑于靠实力碾压 而是 用一种带着侮辱性质的方式 他们会用宽大的尾巴 先把大白鲸推到水面上 然后 继续用尾巴 不断的抽击大白鲸的头部 直到大白鲸 完全的失去反抗能力 然后 就只能 任凭虎鲸宰割了 但是 虎鲸对于这样的战利品 却只是 吸食掉肝脏之后 就直接丢掉 好像不屑于 再多看一眼一样 连牙齿都懒得动 一口鲨鱼肉都不吃 就算大白鲸的肝脏 是营养最丰富的部分 但是 这么对待大白鲸 是不是 也太不给鱼面子了 难道 武进也嫌弃鲨鱼肉的尿骚味儿 在2017年的南非西海岸附近 曾经发生了 5只 没有肝脏 只有躯壳的大白鲸尸体 有很大的概率 就是 虎鲸的杰作 原来的这片海域 还是一个 可以让人们 近距离观察大白鲸的景点 人们可以钻进特质的笼子 潜入水中 近距离的 和海洋杀手大白� 近距离接触 但是 好巧不巧的是 在这几具尸体被发现之前 在附近海域 就有着一群 湖精 再次游荡 所以 这碰巧 飘到海岸的大白鲸尸体 很有可能 就是湖精的杰作 而在成员被接二连三的猎杀之后 鲨鱼群 居然选择了 逃离这片海域 这片海域 在狠穿一段时间里 都很难见到 大白鲸的踪影 对当地的旅游业 还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大白鲸巨人 只是湖精的营养补充品 而且 除了大白鲸以外 鲸鱼 也是湖精 最喜欢的美食 毕竟 对于这种大家伙 只需要一次捕食 就能管饱好几天 就比如 坐头鲸 甚至蓝鲸等 在捕猎的时候 湖精会轮流地过去 撞击对方的胸棋 有时候 还会去堵鲸鱼的呼吸孔 在长时间的追逐之下 一些鲸鱼 常常会被累死 或者淹死 不过 让人难以理解的是 虎精经常只会吃一小部分 比如 下额和舌头的部分 其余的大块尸体 部分 则是留给海洋母亲 这才有了 一经落 万物生的说法 然而 就是这么神奇的一种生物 却几乎 没有过野外伤人的记录 有的反而是 虎精救助人类的案例 但是悲剧 也就这么发生了 因为野生的虎精 很少伤害人类 一些利于雄性的人 就把虎精给圈扬了起来 这么一个海洋精灵 就则成为了赚钱工具 海中霸主虎精的家园 应该是苍茫大海 而不是人类建造的狭小泳池 作为一种高智商 和有着细腻情感的群居动物 长时间被关押在一个狭小空间 不仅没办法活动和游玩 还要违背天境 去做高难度的表演 只要这样才能换取到 可怜的一点食物 不少的虎精 因为如此 而变得 一语暴躁 2017年1月6号 一位36岁的虎精 在海洋馆 结束了生命 原因就是 他的身上背负了三条人命 他从三岁起 就开始被人类囚禁 实在忍受不了的他 选择袭击人类 这么一个海洋精灵 在野外都不曾攻击人类 甚至还多次帮助人类 死里逃生的他们 却败给了 利语雄性的商人 小兰从没有去海洋馆 看过虎精表演 因为小兰更希望看到的是 他们在海洋里 肆意驰骋的样子 毕竟虎精还被认为是 除了人类之外 分布最广泛的哺乳动物 不管是热带还是寒带 从南极到北极 都算是他们的狩猎场 他们游泳速度极快 且善于沟通交流 可以说是海洋猎食者中 当之无愧的扛袜子 对此各位又有怎样的看法呢 欢迎留言讨论 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